这个疼的过程有什么好办法 这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这个讲特别对 就是实际上升华是一种 但最重要的就来自于朋友 如果你当时旅行当中有一个同伴 你这事就好很多 就是我包括有些案件 我都觉得这个就大学生 有的那种就是因为谈恋爱失恋 最后怎么样的 或者和同学吵架最后怎么样 我就讲他如果身边有一些 比较明白的兄长 就能把他带出来 这个同样就是心理学 还有一些故事挺逗的 就是一个大学生也是这种恋爱 他恋爱还不像这样 他是单相思 你知道单相思也很痛苦 然后爱那个女孩爱的不行 但又不敢表达 怎么办呢 就那女孩到哪他就到哪 然后女孩上什么课 他就上什么课 他老斜坐着 他斜坐着就看嘛 看又怕周围人盯着他 然后又怕老师发现他 最后他痛苦不堪 去找心理医生说这怎么办 心理医生特别可爱 他说我是不是 他问医生说 我是不是变态 我是不是心理不正常 然后这医生就带他 到了一个那个食堂门口 说你随便叫过了三个人 就是一个一个叫过来 他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最后 这个老师就很主动地 叫了一个老师过来 就是一看一个老先生 说老先生有个事 您留步 我们向您问一个问题 老头就过来了说什么问题 然后呢他就说 说这么一个年轻人 现在爱上一女孩 他到哪就想看 他说您觉得这正常吗 老先生说 窈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正常 正常 孩子你这是正常心理 然后说正常 正常那就谢谢您 谢谢您 您可以走了 然后第二叫一个年轻人过来 说就这种 又复述一遍 说这个爱上一女孩 然后又不敢说了 后边跟着人家 到哪他就跟到哪 你觉得这心理正常吗 结果那男孩说 都这样 我们宿舍一会 就研究 这个谁谁漂亮 怎么去 这没办法接近他 然后呢这个说 你们还不光那什么 有这爱 还讨论 怎么讨论法 然后就说了一些 说是这样 说你跟人讨论过吗 没有 他需要讨论了 这事就没了 然后呢说谢谢您 您走了 第三个这老师 自己召唤一女孩过来 说有这么个情况 你觉得这男的 老在后边讨厌不讨厌 是不是变态 这女孩说 都什么年代了 爱怎么爱就怎么爱 你大胆地向他表白 结果说完三个人走 老师在问他 说他们三个 都认为是正常 你现在觉得你正常吗 就带这个孩子走出来了 否则他就很痛苦 他就爱嘛 又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就刚刚我讲的 他就是那个阶段 所以就回过头来想吧 觉得自己很幼稚 所以说不要羞于求助 在自己心里 遇到危机的时候 对吧 不要羞于求助 就有的时候 真的是别人 我都记得 哪怕有时候朋友一句话 都对我特别管用 你比如说 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 比如说他在前几年 也有过这种感情的 离婚 特痛苦的时候 那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当年 因为当年是我安慰他 他特痛苦 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这个哥们就发现 最简单一句话 就让我轻松 他说没事 现在我连想都不想他 根本就完全在脑子里没影了 他当时哭蝶喊娘的 他说这时间过去了 一点事都没有 你别看就这点 你自己心里 你为什么动手术之后的疼 你能忍过去呢 因为你知道他慢慢的就没事了 也是必然的 是不是 文道理就这个道理 对当然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呢 其实但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我比较好奇 就刚才方舟讲那个情况 就是说思念这个东西的社会背景变了 就因为今天的技术条件不一样 就在互联网时代底下的思念 会不会跟以前有点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刚才 那个要把这个人组了 对吧 它带着一个表演性 因为要给大家看 今天互联网年代 我们有那么多的社交工具 有那么多的共享的东西 在这个情况下 好像第一 你是斩不断 离不开 第二 就是很多人今天的自我 我觉得 就我不是读心理学大外行 但我觉得今天很多人的自我有点问题 自我建设 他把这个自我跟 他在网上那个投射 是捆绑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人他的思念变成一种 我见过现在一些人 他的思念会变成一种表演 对 直播 直播 然后或者说是 他觉得有必要要扩散 这个东西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办呢 他这个在人的心理当中 他实际上是一个视角的问题 就是说他感受更多 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他往往就是你刚刚讲 这个我就大了 这个我一大呢 就外边的东西就进不来了 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 别人的一个视角来告诉他 这个别人的视角 这是一个就是 比如对不同的一个角度 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时间的视角 所以我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最好要有忘年交 就是找一个比你大 大个十岁左右的 做一个朋友 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人生的很多东西 在你之前经历过 过来人 他可能一句话就把你点醒了 原来就是咱们那个04年 那个云大的那个 马某这个杀同学的案件 我不是讲了吗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隐私的问题 但他遮不住了 然后被同学说出来了 所以他可能就受不了了 其实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大哥说 哎呀这种事算什么事 男人嘛 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看什么什么样的一个 很有名的人物 还有这种事呢 他可能就会觉得 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就刚才我讲 那老师一带他 说那三个人一看 你这都算正常 对吧 所以呢这种情况 就别人的视角给了你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不是这么回事 就比如说我们看照片吧 你这一摞的人 每个人看照片先看谁 一定先找自己 所以呢在你来看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但在别人来看 人都看自己的话 没共同看你 哦 所以呢这时候 当你明白了 就是你觉得这事很大 别人可能不一定觉得很大 所以别人有的时候 从别的角度 一句话可能就很带出你来了 另外就是 人真的是有一种 很深的执着 就是我觉得 你比如说好莱坞 有个喜记演员叫Jim Carey Jim Carey 曾经出现过吗 他的女朋友 就自杀了 就把那个Jim Carey的安眠药 全拿过来就吃了 两个人好了三年 中间纷纷喝喝多次 最后他这个女朋友的 这个遗言 就是说 说我那大概意思 就是说我知道 我能挺过去 他但是这次我累了 就那意思 他他尝试过 一个人这么生活 但是这种 您觉得是畸形吗 就是说 他把他所有的东西 寄托在一个人 也就是说 再也就是说 他可以断定 我再也找不到 比他好的了 或者说 我像这么爱他的人了 以至于我接下来活的 没有意义 我认为 这应该是可能 跟他的经历有关 就是人在情感当中 就是人缺什么 他会找什么 所以有的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比如说 他从小没有父亲 所以他会早恋 早恋找一个男人 这时候他可能 找的那个男人 往往就岁数特别大 所以像这种 就把自己的生命 都系在别人身上的话 他应该是属于 就是他的依恋 这个情感发展的不好 这跟父母从小的关系有关吗 对 就早年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他在成熟过程当中 他越自信的时候 他越能够独处 就越不自信的人 他才需要一个人 不能离开他 等于这个人在他身边 证明他的一种存在 所以他实际上是要 获得这种关系 而不是说 我有时候跟一些人 谈这个话我也讲 我说其实我们来到 这个世界上都是自己 就是你在20岁之前 大多数都是单的嘛 然后可能到晚年 也不一定两个人 能同时走 所以你还会有相当一段时间 你再爱的人 也不一定两人同时走 那那种情况怎么办 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去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人要想明白在什么呢 就是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就要相信缘分 有缘分的话 两个人就很好地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好的婚姻 就是亲人的关系 它不光是一个爱的关系 所以真的爱的要死要活的 我觉得那都属于 就是他的一种感受的东西 并不是真实的 就真实的是两个人在一起 比如你 你也看抱 我也看抱 咱俩不说话 但我就愿意跟你一块看抱 这才是一种真的东西 相反就是说一天到晚 你和我的就说一种话 或者表示了什么 但我还挺享受 就是表演性质 你刚刚讲的 我还挺享受那种疯狂 爱恋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从写文章 从文学角度来说 就有两件事 特别能够刺激你 一瞬间的成长 就是你一瞬间 你发现你对自己的了解 多了很多 一个是近距离地观察 亲人的死亡 就这个东西对你的刺激 以及你一夜之间 成长的速度是巨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疯狂的爱恋 就你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就这个东西 可能医生只能有一次 但是我觉得 反正我自己 因为发生在我身上很稀少 但我觉得我很享受 多长时间 大概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 就睡不着觉 然后就开始想思念什么的 我自己很沉浸这种状态 我后来发现了自己的新技能 那比如说到三个月的时候 夸他这哥们走了 消失了 那消失不行 我得给我个理由 我是那种秋菊型的 你得给我说清楚 是不是我不好 就当我发现 不是我不好的时候 我就没问题了 所以可能本质上 还是一种自恋 就是我不能让对方 对我来说失恋最大的摧毁 是一个自信的摧毁 哦 你这个 你说这个还挺成熟的 就是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也会失恋呢 有意思吧 有意思吧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老哥们 他呢也没有那个婚娶 那么就是恋爱 恋爱 爱上一个年轻女孩子 你知道 你以为中年人没事吗 就是前些年 就是说 哎呀说痛苦 这个女的跑了 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我很长时间没见她 我怎么都秃了 中年人呢 四十岁左右吧 四十岁来岁都痛苦的 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然后我说 哎这还了得 这几个哥们就跟他 跟他做工作啊 就是到底这怎么回事 最后聊聊聊啊 聊到最后啊 就发现啊 实际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失恋 他问题有点复杂 他为什么这样崩溃 这个过去我记得这个 王硕还说 小时候里说过一句话 就崩溃就是因为想起了 以前的历次崩溃 你知道吗 就是最后就发现啊 他的这个失恋的痛苦 其实啊 我要叫我说 为什么比年轻人 是总结了以前的痛苦 为什么比年轻人还狠呢 跟他的中年危机联系 对对对 你知道因为人到中年呢 往往本身就面临着一个 就是说 对自己的过去产生怀疑 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 对未来没有信心 钱呢也没挣够 将来养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做的这个工作 现在正在被淘汰 年轻人都在超过我 我这个本身 在这个时候的一个中年人 你知道吗 他的爱情 是他的一个救命稻草 对 他在这个里面 是他生活的寄托 这个没了 实际上引发的是这个核爆 生活的崩溃 整个的崩溃 就实际上就像你说 这个自信 他觉得那什么都完蛋了 对 什么都完蛋了 所以这个就是弗雷德 在他那个精神神经症 那边里讲过一句话 他说那个妄想 就是咱们常常见到嫉妒妄想 说妄想实际上是一种自卫 就自我安慰 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东西 然后呢 他把它迁移到别人身上去 所以呢就是 你刚说这一段是挺对的 也就是说 人在这个 他在生活当中 如果出现这种情感上的挫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 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实际上你不了解你自己 就是 比如说 我觉得在找对象当中 你得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才能去准确地寻找对方 如果你完全不考虑自己 你就看上一个好的 你就想去追 这个成功率非常低 但我是觉得这个 分手能不能走出来 跟分手的方式有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分手 刚刚李老师讲 比如说报复性的 会不会是比如说 对方可能也没给你提分手 但是就 光当一下 直接带了一个新女朋友 他缺乏沟通 直接就一个带着新女朋友 或者是他是一种 指责性的分手 他就说因为你这个也失败 你没钱 没房没车 没有前途 我会给你分手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会有自信的崩塌 就是因为你分手过程中 一直受指责 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 就是说分手 其实最好的分手方式 就是 我原来好像跟文道老师 我其实就跟辞职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还在指责 你还在控诉的话 那你分手是分不干净的 但是你如果是只有感激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培养 谢谢你 谢谢你 只有感激 谢谢这领导 对 谢谢你 谢谢领导 然后我要展开我人生心理 如果只有感激的话 基本上是 就会能分开 对方要误读了 更麻烦 是吗 对呀 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的分手方式 是比较好 有理性的 不容易被抱住 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而且我觉得 我第一次跟人家分手 也挺伤人的 我是觉得这种事 要快刀斩乱 就是 第一呢 就是在交往初期 很多东西要分开 我也不占你什么便宜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分手 之所以让对方很痛苦 就是说他投入 就是像我记得 我80年代刚工作的时候 有一起特别大的案件 就是一个人 他一天杀了12个人 然后当时这个 正好在严打前后 然后我们上面领导 特别重视 说一定要调查这案件 是不是对抗严打 结果后来发现 就是一小木匠 他从小没有父母 四川人 然后就学了一点手艺 然后就做木匠 那木匠就是挨家挨户走吧 挨村走 然后挣了点钱 挣了钱 那是几百块钱 相当于现在得几十万 就是80年的改革开放初期 结果这村里就有一个女的 她有个女儿 她就想让这女儿 跟她交朋友 然后其实这小木匠 特别矮 然后她实际上 并不想让她跟她结婚 就是想把她钱拿过来 所以这女孩 后来妈妈就跟她交 然后睡觉就要钱 又买了缝纫机 那叫三大转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全买了 买完以后到什么程度 这个妈妈也跟她睡觉 睡觉也要钱 买衣服 结果最后这小木匠 基本把钱都花光了 然后这时候妈妈 就把这女儿 给介绍村里 另外一男孩 男孩结婚了 这小木匠你知道就活了 活了以后就说 你们可以结婚 你们把钱还给我 所以就像这种的 他就很多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些上当受骗刑 女的是失身 男的是财师 就是像你这样的 没有这方面损失 完全那真的是情重 也就是说 但是就是很多分手 不像人家是下了真本的 对 他有很多分手 实际上涉及到 人家的血本无愧 对呀 有些女孩是属于 你被骗了 然后你又不跟我结婚了 然后男的呢 是大多数都是失财 这个分手就很麻烦 没错 你知道我都听说 有的那个就是老板 你知道吗 找一个女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这个女的呢 好好好 又买房子 又买地的 对不对 又买车的 结果这女的突然消失了 你知道吗 骗婚 骗婚 也没结婚 就这么好 最后呢 这个老板呢 是怎么样讨回的财产呢 他起诉 他这 您说这个告得入吗 他找的律师 就说 你我才知道 这还能打官司呢 说你情感诈骗 就拿出来 你看 我给你买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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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最后呢 而且这个女的走的 也是决绝 就像李老师 听了李老师的直到 快刀斩了麻 就全拉黑了 找不着了 你说这老板 想想 这是什么情况 这他能告吗 这个有啊 这个对 当然了像这种情况 像过去吧 像这种情况 他一般会说 这个是你赠予的 还是说真的 如果是赠予的话 就很难要回来 但如果真的是 为了婚姻的问题 他不是赠予了 那就可能 还有一点希望 那就看他有什么角度 来证明他们俩 当时是为了婚姻的 来够的这个东西 哎呦 可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一个人 无论怎么样 都不只是钱的投入 对男人来讲 而且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应该单纯的 把自己的快乐痛苦 记在另一个人身上 尤其是欺骗的方式 尤其是欺骗的方式 那是非常不正确的 也不能把自己的钱 记在另一个人身上 没有 因为一个人 大家都是独立完整的一个个人 那尤其我觉得 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不变的 那么你怎么会把一个不变的希望 就那么强硬的放在人家身上 我觉得现在是怎么样 你享受这一刻很好 但是不应该想太多 这个东西是不是永远不变 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分手 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情感分手 它就是带有点这个 比如说有些孩子 它就尤其像有些女孩 它比较那个 就自己没有什么资本 所以它就想找一个依托 然后呢 这个依托呢 就是只要你养活我就行 这个过程 当它如果得到了钱财 它如果再背叛的话 那这男的肯定觉得你骗我 那相反女的反过来也是这样 有些男的你跟我这个 这个睡觉了 然后现在你什么都不管了 你就走了 所以这两种就是一旦到分手 它要一旦有纠葛的话 就很可怕 这真的是 这一参加后了经济关系啊 不仅是经济 我觉得包括还有时间上投入 我经常看着身边的 比如尤其是女性朋友 她在一个错误的感情里 但她就是不分手 她就是一直拖着 其实就是因为她考虑到 这个沉默成本 她觉得我已经跟她在一起五年了 这五年如果我跟她分手 就相当于打了水漂 我浪费了 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导致的结果 就是她不断的在一个错误的事情上 增加成本 增加成本 到最后五年变成八年 八年变成十年 你最后想下船都不行了 就等一个不回家的人 对 原因就是因为她觉得 我这五年已经浪费出去了 我这个不能让我这五年是白费的 但我觉得你这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错误 真的 你比如说这个女孩 女性心理咱不了解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我就甭管现在怎么说男女平等 可是我觉得 要是这个女孩 比如说从21岁 跟你好到29岁 然后分手了 这个东西 对 你能说这女的说 没关系 是吧 咱们做朋友 对吧 咱们的过去都是珍贵的 你真觉得对 很难 反正因为我也经历过长时间恋爱 确实是有种觉得 我到最后我总得涂点啥 就是你要不然就觉得 你看我的青春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性的丧失 就觉得我跟你这么长时间 也有别人追求 你看我也可以跟这个好 所以你或多或少 就是还是会抱怨 以及你觉得那不行 我还要再等等看 我说不定能够等到什么 但是我后来就是觉得 我这种心理是不好的 这种心理其实有点像 就想赢 我就想赢过对方 那这个其实就导致 我不断地往在错误的地方 投入错误的时间和精力 我就不如没有怨言 两个人就分手 那么要真是把这个青春年华 给了这么一个男的 最后两个人毫无结果 这事儿女孩子该怎么看呢 但我觉得也有收获和成长 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会这样 包括我妈从小也这样教育我 就你不要老觉得 这个爱就是一种付出和被欺负 你就这个东西你获得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获得的快乐 你获得的成长 就这个东西 难道不是你的收获吗 难道一定要以对方的家产 分你一半 这个为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不是的 你们自己有成长的 我觉得这当然我同意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底下 的确因为种种的条件与关系 会使得一个女的 好像说我到三十多岁 我才分手或者才离婚 那我好像很难再找到一个机会 或者相对那个男的而言比较难了 可是你如果就像方舍刚才讲 其实你回看你过去那十来年 你有没有快乐过 你有没有获得过什么 就其实那个是你已经得到的 然后你现在如果在计算 我失去了什么 那些其实你还没失去 你只是失去一些潜能 潜在的机会 但那个既然它是一个潜在的机会 所以它有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就因为像我自己学佛 对不起 我来讲 对对对 过去心不可得 将来心不可得 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没有发生的事 如果我现在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 而忧虑 这是不划算的 那么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也改变不了了 如果我还在为他忧虑 同样也是不划算的 我觉得这个你要换一个角度讲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他很愉快 他看到你也很愉快 那这个两个人是共同愉快 如果你看他很愉快 他看你很痛苦 你是想这俩人在一块 什么感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如放手 因此我觉得无论多少年 但是前提是不要有孩子 如果有孩子另当别论 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是第三个人了 他是没有经过你跟他商量 你就把他带到这来的 然后你带到这来 你不能说我就带来了 不管了 然后我们俩分开 拜拜了 这个我认为是我特别反对的 就是为了孩子 我们哪怕将就 也得将就到他 接近成年 但是如果没有孩子 这俩人多少年 只要不舒服了 他们俩分开 我觉得这个 就是有一方慢慢去接受他 就这么想吧 我真的很爱你 我特别爱你 所以你要是觉得离开我 你很快乐 那我就让你离开我 那宁可我自己忍着 对吧 相反你说人家已经不爱你了 你非得闹死闹活 你让对方也很难受 然后对方 因为他这种感受的东西 是天天在一块的 一个屋檐下的 就是说我们讲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可怕在哪 就是因为 你每天都要见到这个人 而且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头 然后他如果对你的欺负 冷不论冷的还是暴的 所以他这个感觉就是说 婚姻他很复杂的这个情感 就是又离得近 又容易伤害 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就是说 在两个人确实有一个 哪怕有一方感受的 一定很痛苦了 那另外一方 你好好跟他聊聊 对吧 你比如说 哪怕就是两人有一个第三者 我现在就问你 你是后悔呢 还是不后悔 你是真喜欢他呢 还是喜欢我 把这问题搞清楚了 还是喜欢我 那我就原谅你 如果你真喜欢他 我就放手 我觉得这样的 可能你的人生的路就很宽了 因为你弄不好 保不去 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在等着你 我原来听过一个 最惨烈的离婚的一个 就是说 也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结婚 那他们本身其实就不太配 男的比较有文化 女的相对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 一般的工人嘛 工厂的 后来这个男的 也是爱上一个更相配的女的 然后他老婆就受不了 然后就就有一天给他双胞胎 小孩为了安眠药 自己也为了安眠药 一把火把那个房子给烧了 然后三个人全死了 后来那个男的就还是和新的 这个他的女朋友结婚 但是他就说两个人 其实根本就像是 也生活完全没有幸福的可能性 然后他这新的太太就说 每天就觉得 他就像是一堵墙一样 觉得自己在面对 那个男的已经变成了一堵墙 然后我就在想你即使这个太太 远配啊 他惩罚了这个 所谓的渣男和小三 但是你这个 这个难道这个真的值得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我听过最惨烈的 还不如看到 看到痛苦 对方痛苦 自己也痛苦 就放手算了 对 还是像方舟这样 对吧 谈谈嘛 谈谈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行没关系 明天都朋友 真好 真好 谢谢 这个就是弗雷德在他那个精神神经症那边 那边讲过一句话 他说那个妄想 就是咱们常常见他嫉妒妄想 说妄想实际上是一种自卫 最后又走到凤凰 走到沈从文的故居 然后当时这个正好在严打前后嘛 然后我们上面领导特别重视 他说的 是 翠南